没错 这就今天我要做的事情 现在去家附近的一个咖啡店 因为客户要拿资料过来做一个剪辑 今天没得玩了 已经开始工作了 现在过去客户也快到了 资料拿到手完以后 我现在要给他做一个小的一个样片的一个剪辑 我们待会儿见 客户把油盘拿过来了 市场部 继续烤资料 没办法 头快剪爆了 晚上去吃好吃的 做剪辑这很要命 大家以后能不学剪辑尽量别学剪辑 头快炸了 而且煎完 吃晚饭以后还要继续工作 还有两个案子要提交一个年度总结 马上继续加油吧 我们待会儿见 回到家又收到一个快递 以后就用这把刀来做 产品的开封 我给海客挂扣 我们来到停车场 我们今天去卡冰司机吃自助餐 studios Blue 大唐 我们去 邮市餐厅 凯市餐厅 凯市餐厅 对 对 있는데요 对 разм 我们到大唐 准备去找自助餐厅 我们到了 我们要 呃 这置刀cus 两张卷 凯平司机自助餐一定都要预定的吗 来的时候 最好预定 因为最近位置比较紧张 怕你直接过来没有位置 因为想说年后 估计会空一点 最近这几天还蛮紧张的 谢谢谢谢 好评 我们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我们现在等等带大家去 看一下凯平司机酒店的自助餐 有什么好吃啊 这就是它整个的大堂了 大家不过有空还是可以来试一试的 我们坐在外面 然后这里面有一间这么大间的 这边自助餐环境还是不错的 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环境 然后外面这边就是吧台 然后我们坐在这边 然后在外面就是大厅的那些 带大家看一看 这些都是沙拉 面包 然后有啤酒 然后这边基本上都是蔬菜的水果吧台 然后这边就主食了 哇 还是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 有各种的酱料 然后这边都是烤的了 鱿鱼 鱿鱿鱼 这是鸡翅 鱼翅 这是鸡翅 这好像也是鸡块鱼翅 这好像也是鸡块鱼翅 这个有我最喜欢吃的烤肉 然后这边都煮一些火锅 一大锅的 然后这就是日常酒店自助餐都会有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也是自己煮烫 然后各种醬料 这边也是 基本上酒店自助餐好像都大同小异 海鲜我们福建特长 算了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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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海鲜 海鲜 海鲜 好 没了 然后这后面就是用餐区域了 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些 基本上全景就是这样 看一下 这边一排 海鲜为主 那我去找点肉吃 那我们现在刚看到的烤鸭 我们要去叫它片烤鸭 然后我们要拿到自己的桌牌 拿到自己桌子上的小牌子 然后去给烤鸭那边师傅片 切一个凉份就好了 再帮我们片烤鸭 我们先吃 先吃了 拿了一点东西 先吃 等下再煮白 鲜鱼片 中餐吃完 我们夹一点寿司 停手了 天第二 鲜鱼片 我个人感觉这个凯兵士忌这个五星级酒店这个自做成 没有我之前吃的丰富 不了解的同学可以看我之前拍的Vlog 吃的种类选择性太少了 刚刚那边一圈熟食 真的我能挑上来我喜欢的真的没几个 然后有一些海鲜 还有一些三文鱼还是要 限量的类似于 我刚刚再过去想拿三文鱼 发现没有三文鱼了 寿司也没了 最关键的是他料理师傅也不见了 没办法 没吃饱 好像只能来吃一些甜点了 甜点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酒店的甜点应该做得都还不错 不过我现在不要吃了 还有什么可以吃的 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觉得说凯冰司机的自助餐 只有一个自助餐厅吗 对 是只有一个自助餐厅吗 因为我有去酒店吃 吃的自助餐厅有两到三个 因为他有什么海鲜餐厅或者说什么餐厅 会不会觉得 餐厅的选择性东西略少一点 我觉得 您说我们的餐厅是吗 对啊 那您这几个能觉得一个自助餐厅我们应该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这个我们做为民众来说 我觉得说我还吃有一些东西会比较少 我能选择性的东西比较少 这是我第一直觉 所以说我才会问你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 那我先给你介绍我们的餐厅 我们其实应该真正的我们会有些什么东西 可能是也许我们没有介绍到位置 第一个我们晚上是有自助餐厅的小果 对 自助小果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自助餐厅 就是我们有海鲜 而且海鲜的这个都是可以用火锅来炭的 这是我们其中的第一个 还有第二个我们的甜品里面有榴莲蛋糕 榴莲蛋糕的话 怎么讲呢 可能我们只是字面意义上讲的榴莲蛋糕 但是我们的榴莲是我们的猫山碗 猫山碗榴莲的话就是在东南亚很有美的 对我来理解就是在某一些产品上 它会有别的产品的一些亮点的东西 对我们每个蛋口都有一个亮点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很明显的显现出来 那我是觉得说我选择性的东西比较少一点 我一直觉得这样 因为我去过别的餐厅 我吃的好撑 唯一一次来凯鲜市第一次 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吃的很饱的感觉 没吃的很饱 也许榴莲这种东西对有些人会吃会喜欢的人 会觉得哇 冒沙王 可是对于我不吃榴莲这什么不懂 对对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就是 对啊 然后比如说我们晚上你看我们那边首先第一个 在面当这边我相信在很多的餐厅里面 你有看到有出独行班的吗 对就是说它在某个环节上会有一些 然后还有我们的兰州拉面 我们的兰州拉面 我们那位兰州拉面的那位师傅 是做拉面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是专门从事于拉面的 这边还有现街的牛排 还有我们的土耳其烤肉 然后在我们那边还有印度蛋口 印度蛋口就是我们的 我们终于吃饱了 准备吃了 你好 这边有换那个停车券的地方吗 哦好谢谢啊 要去大唐报我们的车牌号就可以了 免费停车 OK了 可以了是吗 好谢谢 我们下地窟 诶诶 诶诶 错了错了这边 诶到最后其实吃的还算是挺饱的哈 现在去车库找车子 哇 堵上一整条啦 好可怕呀 地窟都堵成这样